我们要很快的请政总编辑来为我们做个解析 就是这次中国新的真兵法上路 到底呢 蕴含着什么样的用意 所以首先想请教总编辑的就是说 这次这个真兵法上路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透露了 中国军队兵员不足这样的一个危机 或是有呈现什么样的问题 呈现了他这个高素质能力 和有经验的人力其实不够 是 那另外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新的真兵法 有人说他是在对于美国 还是在台湾的攻台做准备 当然他最大瞄准的目标 还是以美国为主 特别是中美大国竞争 在军事上日益的尖锐 他必须要对中美之间的高科技战争做好准备 是 那这样的新真兵法 像刚刚正大哥说 他是对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 他意味着他要把这个解放军 从数量型的军队打造成这个质量型 特别因应高科技战争的一个新型军队做建设 是 那我们台湾应该要特别的提防什么 我们台湾要注意到解放军日益升级的结果 如何因应高科技战争对台海战争的冲击 这个国军必须要做好前瞻性的准备 是 好 我们非常谢谢郑总编辑 也谢谢您的关心 一分钟国际直球对决 近在华视新闻 我是吴亦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